欢迎你继续锁定东森城市新闻 《阳光之旅》跟东森美洲电视台 联手推出的欧洲最浪漫的 英法比时日深度游行程 今天要播出旅游新闻专题的第二集 让我们透过东森新闻的镜头 跟着游客们一起体验 小巧美丽又充满浓厚艺术气息的比利时 达着欧洲速度最快的Eurostar欧洲之星 东森阳光旅游团从伦敦出发前往比利时 在欧洲之星里 乘客坐得很轻松舒服 朋友们刚好也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 增加感情 不过其实真正令人惊艳的地方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欧洲之星上有餐车哦 打开了这个舱门 我们走到欧洲最快的火车 也就是欧洲之星 那欧洲之星呢 除了整个火车速度非常快之外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的车辆中 竟然有餐车 那餐车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灯有桌子可以吃饭以外 在这边看到的 就是他们可以点菜的地方 那点菜的菜单在这边 这边也有 这边所谓小点心 也有各种的咖啡跟茶 也有酒 大家在这边点菜 虽然速度非常地快 超过300公里 但在这个餐车里面吃东西 其实非常地享受 美丽的风景快速地向后飞逝 但有人有时候真的看得眼花缭乱 高速田路真的不是盖的 只花了两个小时 就通过英文海峡来到了欧洲大陆 文明已久的比利时 转眼就在远前 在地理位置上 比利时位于德国 法国和荷兰的中间 历史上也曾经受过 从罗马人 法国人到德国人的统治 连官方语言都有两种 是荷兰语和法国语 因此在建筑和艺术上的风格 是很多语言的 难怪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 而这所有的特色 在比利时最有名的布鲁塞尔大广场 更是一览无一 被360度的美景 所拥抱和包围的感觉 让所有东升阳光之雨的团队们 都听着导游的解说 仰着头 赞叹不已 连让人想形容它的美 都觉得词穷 我想这个大广场在欧洲 我们可以很夸张地讲 是唯一最漂亮的大广场 因为它是四面 全部都是同样 一个年代建筑的建筑物 因为在欧洲有很多的广场 都是只有一面 一个建筑物很漂亮 其他都是新式 但这个广场 它在1695年到1697年这时候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广场的特色是 它没有任何人造的材料 我们用的是什么 石头 木头 玻璃跟铁 这些都是原材料的原料 它没有掺杂像塑料的东西 那还有它的这个风格 全部的楼层的高度 它没有特别 只有我们市政府 这个它必须要最高 那所以还有这个广场呢 是完全是 像这个地也是 几百年来一直都这样 高高低低不平 它也不需要把它弄成薄油 那保持它原始的风貌 那我们不准车子进来 所以观光客 你可以在这边很自在 那想用比利时的啤酒 吃比利时的巧克力 然后呢 看漂亮的比利时小姐 我觉得刚才那个广场很好看 因为我也去过意大利嘛 那个意大利的广场 当时我看得很好看 但是今天我觉得 这个经地辉煌的 比那个广场还好看 布鲁塞的大广场的旁边 还有一座也是很传奇的铜像 听说只要摸摸它 心中许个愿 愿望就会实现 每个团员当然都去摸了一摸 口中也都念念有词 只是都不知道 大家心中的愿望 到底最后实现了没 只说满塔 船员在导游的带领下 继续往下走 到了一个小转口 突然赶快拿出相机 和手机一阵猛拍 并且发出一阵 哇 怎么那么小的惊呼啊 原来我们终于看到了 比利时的镇国之宝 尿尿小头 这尊才53公分高的尿尿小男生 可是一尿 就尿了将近400年了 那据我们市政府的档案资料 他们在推测 因为以前人家里是没有自来水 你必须要到公共的地方去取水 那取水光一个水龙头出来 是不好看的 所以他们把它美化 所以会有各种的雕像 那不知道是谁 当时用了这样的一个idea 用了一个小男孩 尿尿 其实他很可爱 那你看 他是全世界都认知的一个 认识的一个人 可是比利时人却没有 很夸张地去 把它摆到一个大广角 或是一个 你因为像我们刚刚走过去 不经意的话 你可能一下就错过 你根本不知道 甚至有团人跟我讲 王岛不是这个 我做人不是这个 电视上看得很大 因为他不相信 这么有名的世界有名 竟然就在一个不经意的转角 那从这个地方 你也看出比利时的人 他的民族性 他不会去 好像蓄意地夸张 炫耀我什么东西 像他们有几百种的啤酒 荷兰只有一种Hannigan 但是荷兰很会做生意 全世界知道Hannigan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 比利时啤酒 其实才是出民工的 所以民族性跟历史的阴游 然后造成他们的这个 展现出来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跟想象中的一样吗 我比想象中小了一点 我原来有一个 应该蛮大的一个 百万不如一见 这个蛮好玩的 这是每个地方 都有它的人文特色 这个皮斯波也蛮好玩的 除了比利时部 塞尔的大广场 是非常漂亮的以外 是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就是大家刚刚在镜头上看到的 尿尿小头 它尿小头代表 比利时整个非常重要的风光 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巧克力店 一说到可以买 比利时三宝之一的巧克力 东森阳光之宇的团阅们 都开心地大声欢呼 比利时的巧克力 不但样式上种类多多 而且每一家店所卖的巧克力 也都有自己的风味 浓郁 但是绝对不甜蜜的口感 可是在其他地方的巧克力 绝对吃不到的 而比利时的第三个宝 就是一颗一颗的Waffle松饼 这个发明也是来自比利时的甜点 现在可能全世界人都吃过 不过很明显的 比利时人的吃法变化很多 很好吃 是吗 我最好吃的Waffle ever 是吗 Effle OK 你以前有常吃Waffle吗 有常吃的 有常吃的 所以那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到底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那么好吃 它很暖和很脆 这个奶油很好吃 这个香蕉很新鲜 东森阳光之旅旅游团 带团员们看风景外 也要吃当地有名的风味餐 布图山友大广场旁边有很多的海鲜餐厅 其中这一家可是当地老饕 才会懂得来吃 尤其比利时特别有名的 Mussel淡菜 又肥又大又鲜美 老板很有自信地 让我们走进厨房拍一拍 我们看到大厨 什么多余的做料都没加 淡菜鲜美的味道 就随着白白的水蒸汽 一直飘出来 看到就一直流口水 当然端上桌了以后 朋友们一个个开心的大块躲鱼 伸出大拇指比个赞 想要访问一下大家吃的感觉 可真不容易 还得拍一个代表统一说明呢 一起混合的 所以它里面放了一些西芹 还有一些青菜 大蒜 奶油 蛮好吃的 想要留下个美好的记忆 OK 看到美景又吃得满意 家里就住在比利时的 资深导游王戴莉 也举杯跟大家一起庆祝 整个餐厅里面的气氛 更是嗨到了最高点 其实比利时虽然国土不大 但是小而美 到处都有充满艺术气息的景点 像是知名漫画人物 丁丁历险记中的丁丁和小白 就出现在墙上的壁画 而古色古香的布鲁塞尔美术厅 其实很多人都想不到 这个地方竟然是全世界第一个 室内的shopping mall 购物广场 不过更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的 另一个角落的小巷子里 竟然还藏着一尊尿尿小女童 不过因为怕受到民众的破坏 妙妙的美眉 就只好继续蹲在围起来的 红色展览里 这个神秘的景点 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喔 美丽的比利时 布鲁塞尔真是小巧 美丽又处处充满心情 不过一般游客最钟爱的 还一场十四季 就耸立在这里的 入鲁塞尔大广场 悠闲的晒着暖暖的阳光 和垂着徐徐的凉风 原本应该多余 明天的比利时 也绽放出灿亮的阳光 东森阳光阴法局 有凡的朋友们 开心在这里 一同感受比利时人民的日常生活 悠闲的比利时 在大家心中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比利时大广场 战 东森旭王翔林宏文 比利时台湾报道 体验了小而美的欧洲小国 比利时下星期同一时间 东森阳光的 英法比试深度游旅游专题 就要带着旅客去体验 欧洲充满文艺气息的 浪漫国度 法国 敬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